交过年淡水警分局前往淡水传统市场 教大家防窃、防抢、防诈骗 还出动了大头警察娃娃一起进到市场 相当可爱 并且也制作了许多过年使用的红包袋 春莲以及小礼物送与民总 农历新年脚步将近 淡水警分局侦察队日前带领着分局的犯罪 预防宣导团一行人 浩浩荡荡的前往淡水的传统菜市场 要教大家防窃、防抢还有防诈骗 警分局表示由于传统菜市场人潮相当拥挤 是小偷徐常下手的场所 而为了要教大家怎么顾好自身财物 现场更亲自示范如何预防年节购物 遭爬窃的小撇步 还与买菜的民众玩起有奖侦达 现场气氛是相当热闹 你这边拿着放在哪里 这标准的 标准是标准 对不对 有人这标准 这标准要注意 这财 贵做东西不可以放这边 不好意思 阿嬷谢谢阿嬷就会心里快乐 谢谢谢谢 这赞你 我们今年过年的主轴是防抢防窃跟反诈骗 由于我们这个我们清水深中正路老街市场 是个非常人籍非常多的地方 那也是特别我们分局特别主办一个这个市场的游行活动 游街活动 就透过这些跟民众的互动 跟这些妈妈婆婆妈妈们互动 能够他们被透过几率会比较小 但学警分局表示农历新年前 许多民众都会前往市场来采购年货 或者是到银行提领大笔现金 而民众手上大包小包的年货 容易遭爬窃集团盯上 而要预防爬窃 就是要顾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财物 背包不要背在后面 而女生的手提袋或者是兼背包 一定要涌在怀中 才不会让窃贼有机可乘 因为我们特别分局 特别制作这个村联跟这个御守 跟这个金币 是为了应景 跟这个民众打几个非常好的互动 而且最近这个爬窃的状况 也有些状况 过年也快到了 也希望大家过个平安的好年 那希望我们这些宣导 借我们这些宣导 能够把这些讯息传递给 每一位逛街的市场的婆婆妈妈 让他们快乐地过一个好年 但学警分局的大头警察娃娃 也一起到血场当中 相当可爱 而警方更精心制作 许多过年使用的红包袋 春联还有小礼物 要赠送给民众之外 也呼吁民众能够居安思维 而警方也提醒民众 年节前后 如果有大笔的现金需求提款 不论是金额 都可以向警方来申请护钞 也欢迎民众来多加利用 记者许多万一 代表采访报道 大家辛苦了 大家辛苦了